用我的案件来说 我身受其害 其实他那次硬告我的 我被指收受了黎智英先生25万 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的检红人 我把钱传到一间印刷所 是帮社民人印的 我代不了落袋 所以法官说不成立 各位香港市民 可以告梁国雄 可以告曾荫权 曾荫权叫黄楚彪 豪庄的房子给他住 曾荫权被人告的时候 是拿了几个大状的意见 有人说不要告 有人说要告 都告了 我觉得郑若华真好笑 如果郑若华看到以前的例 是可以告的 麻烦你做 履行他的职责 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等法官去判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那五千万 梁振英收的 是分享其收的 未做特首之前 即是在做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时候 他不申报 后任的时候不申报 宣誓的时候也不申报 然后做特首继续再收 给了很多次机会 2012年的10月 明知道2012年9月前那封 获委任为UGL的董事 而不申报 他收了钱 然后再委任前那封 做了地铁的主席 三年 是全香港没人知道的 直到2014年雨傘运动之间 原来梁振英收了医院之后 五千万 这个还不是公职人员不当罪 戴契司说得最好 戴契司说你错了不要紧 你再找一次独立大狀 只说不用做 等于我告诉大家 你开车 去到 走着没有油 我来车坏了 我说我不会入油的 我的车自动会回家的 有这样的司长吗 各位 我们民主派被人政治迫害 什么罪名都被告 被人告的是什么 防安法会 各位你再不出来 帮不了你们 特首可以收五千万 公务员食物可以不给钱 有个人跟我说 政政有据不敢动 民政市长毕毁宋